情光下的无奈 众心喊冤 其上阵 明星才是弱势群体 大家都说到明星好 华丽丽的外表 走到哪里都是众人簇拥 衣食住心不用愁 或许的真的就只是外表 情光后的无奈 除非迫不得已 没有几个人愿意 是到处给媒体大肆报道的 性奇小健康事件 引得无数围观 引发让人们对明星的人身安全的思考 你想啊 连最基本的安全都无法保证 这活的是有多不容易啊 而近两个月 明星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事件 平常发生 更叫人胆战心惊 上个月 蔡少芬在天津出席活动后 随同经纪人一同赶赴机场 但在去机场途中的公路上 车辆突然被截停 情况如同被绑架 最后报警处理才得以脱身 蔡少芬在微博上说 我第一次感受到生命危险 被绑架一样 天哪 怎么可以这样做 这让小编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无独有偶就在同一天 在湖北进行商演的夏亚轩 因为素颜不方便和工作人员合照 遭到了主办单位 软禁饭店三个小时 还出动了20名大汉 团团围住车子 用力拍打车窗玻璃 态度极其嚣张恶劣 最终小亚轩通过 房主名向成龙求救 事情才得以化解 不过包括肖敬腾在内 以上三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好的了 所幸只是受到威胁 并未受到人身伤害 而娱乐圈中的老大哥吴宗介和曾志伟 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作为台湾和香港的主持一哥 曾志伟和吴宗介 分别在01年和05年遭遇袭击 惨重的伤势至今人历历在目 2001年7月 曾志伟在香港一家酒吧内 遭到三名大汉狂殴 头部缝了20多针 留下三处疤痕 惨重惊人 2005年吴宗介凌晨 被五名男子当街殴打 这头部被缝九针 右眼暂时失明 然而面对如此重伤 当时的献哥却摆出了一副 稀释凝人态度 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 是一件小事了 我也没有怨恨去动手打我的人 因为我会觉得 是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什么地方让人家觉得不舒服 那日后一定会有一个答案 现个地方话 不免叫人看出明星们 面对暴力时的无助与无奈 宫中人物真心不好当 明星在明时期还不安 一举一动都防不胜防 即便是躲过一劫 天天生活在单狄受怕之中 小兵想想就不太 感到心酸 冷藩天综合报道 结果就 好